台北到高雄最慢两个半小时就能到达 现在民众外出高铁已经是搭乘大众交通工具的首选 在中秋节期间高铁公司从9月13号到9月18号六天期间 共加开1086班次列车 民众可尽早上网订票 可以透过我们TISPRAY的一个购票系统 或是便利超商还有高铁的一个自动售票机等等 然后可以一次完成付款订票的一个服务 台湾钢铁中秋输运的期间 维持一样大学生以及着尿的一个优惠 请旅客可以多加利用 高铁公司针对台中以北区间自由座需求较高的时段 特别扩大自由座的运能 建议搭乘自由座的旅客 在车站内开启手机蓝牙后 使用行动购票APP 并直接持手机感应QR Code 进展搭车 搭乘自由座旅客可以透过高铁的手机的TISPRAY的APP 到站的时候可以开启手机的蓝牙功能 然后在APP上面直接购买自由座的一个车票 可以节省宝贵的时间 今年中秋节在星期二也没有规划为连续假期 因此高铁公司呼吁民众提早订票以及取票 减少排队等候时间 各车次也配置二到八节不等的自由座车厢 也提醒民众要特别留意 记者万事连采访报道